六代 冰天我要上我女朋友他们家吃饭去 您能穿梭我点见假脏的经验吗 不要暴露自己的缺点 那我的缺点明显吗 放心吧 没脏眼睛的话基本看不见 那就是明的特别显对吗 那都老幺 最重要的是态度 你得给人客气 人家给你客气的时候 你就烦得来就对了 好嘞 六代 来吧孩子吃饭 我不吃 咱们爹了吃饭呀 这饭多香啊 饭是臭的 不你那鼻子缺了是吗 你要不好造你躺会儿 我就不躺 我要跑步 你让浪风派糟了是吗 年轻人就是有镜丝啊 我有三镜 行 那你出去跑去吧 我们先吃 你们不许吃 我要在屋里跑 这孩子是要给我演节目吧 那你跑吧 我不跑了 我要改游泳 不得给我哄出去 六大爷 没戏也失败了 怎么能没成功呢 我告诉你我就活蹭就上来了啊 他爸爸给我哄出来了 用给吗 用给他们家没有游泳池 你要是给他挖一个呢 他们家六楼 宝贝见面 逆事咱顺班 怎么讲 你给他们家买套房 那还不如挖个游泳池 简单了行吗 您给我处处注意 咱们搞定他爸爸就得了 年轻人 这事得从他妈妈那儿 找切入点 让他妈妈给你个好评 他爸爸那儿就简单了 哦 那我明白了 今天咱们咋是先跑步 还是先吃饭 伯父 咱没看见波姆呢 走了 上哪儿去了 枪子挂走了 没看见吗 这事个什么普类 能不能把波姆 栽下来一下 我想让他给我个好评 哄走 处他照吧 六大爷 搞不定 我这活我蹭就上来了 他妈妈不给你好评子 他妈妈在那边默认好评了 你别着急 咱啊 逆事顺办 你给他爸爸聊点 他感兴趣的话题 可我不知道他爸爸 对妈感兴趣 暖言嘛 像测美女总喜欢一样吧 那他要都不喜欢呢 那你就开个玩笑 找个台阶下 聊点别的不安了吗 哄 伯父 您平时扫相吗 哦 不感兴趣啊 没事 那您平时开测吗 不敢 我也耐看美女 你要奉事吗 你耐看哪个美女 跟我说说 当然只爱看你了 亲爱的 快把黑四算上 让我给你爸一块看看 我擦我离你信吗 不负您猜 我们办会离的时候 所有的亲戚都通知到了 谁没来 你没来 擦 是伯母 开个小文献 愚人节快乐 滚